柔佛行动党党选将在后天登场 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终于宣布 角逐州主席职位 他表明这次党选之后 火箭应该马上备战大选 并组成一个内部可以各输己见 对外则是同心协力的团队 柔佛行动党主席刘振东早前证实 这次州委选举 他不会再担任州主席 还清点目前担任州副主席的张念群接棒 张念群今天在脸书贴出了 两人的合照 表明了更上一层楼的意愿 强调既然刘振东已经宣布交棒 他也必须做好准备向党员寻求委托 张念群在文中大赞刘振东 形容他是可以坦诚相待的朋友 还强调两人一直配合得很好 如果对方改变主意 他随时乐意再当副手 张念群还强调 职称的改变不会影响刘振东 作为行动党军师的影响力 柔佛团队也需要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